吴俊儒,外号三姑,是香港演员,知名邪心,伴侣是香港极富声名的导演陈可欣。 2003年吴俊儒凭借竞机这部电影,获得了金马奖第40届女主角奖。 2021年时,吴俊儒主演妈妈的神奇小子,获得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。 此部电影也获得了包含最佳电影的总共9项提名。 而在5月与6月之间由Hong Kong Movie主办的第5届全民票选电影大奖。 妈妈的神奇小子已获得了6个奖项的票选第一名,包括最佳女主角,最佳男主角,最佳导演,最佳电影,最佳男配角,以及最佳海报。 第1名,吴俊儒出道以来已经拍摄过超过百部的电影。 在香港的电影界已享有不凡的地位,妈妈的神奇小子也是由吴俊儒监制的作品。 在过去,梁朝伟、刘德华、张曼玉、甄子丹曾获邀成为美国影艺学院会员。 而吴俊儒不仅是获得第46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焦点影人的殊荣,更在近日收到成为奥斯卡评选委员的通知。 吴俊儒在接受媒体访问时,曾经提到,他出道时没想到会走喜剧演员这样的路线,总认为要做女主角就是要漂漂亮亮的。 他说,写剧是我的成就,也是我的遗憾,因此获搬香港国际电影节焦点影人,不经喜极而泣,认为是给他很大的殊荣与肯定。 当年,麦楼出资当监制的第一部电影是四面夏娃,可惜票房不佳,那时卖房还债,还另外租了个小房,每天看住小房四面墙壁,哭个不停。 幸而如今,这些已经是过夜云烟,去年监制的妈妈的神奇小子,叫好又叫做,票房成绩约2800万港币。 另一部监制电影《何佳拉》,刚上映三日票房100万港币。 昨晚呢,两点半,应该是今早两点半,我收了个email哦,那我都是夜睡的了,所以我就在那里收email啦, 睡之前,我看到一个The Academy 发给我的email, 什么的academy呢,然后开来看看,版面是这样的。 恭喜我,成为他们的会员? 那我就在想,奥斯金,奥斯金,那个小金人。 然后我就说,are you kidding me? 然后我就再看清楚,我就开始说,oh my g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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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割了成五分钟,割到旁边那件蛋伞就醒了。 那我就告诉他们,奥斯金邀请我成为他们的member, 我终于可以打入这个荷里活的权力核心。 我是不是以后跟这个汤谷老师和这个梅莉史翠谱去? 梅莉史翠谱? 梅莉史翠谱? 大型牌? the girls,是同学来的。 哇,我开心到。 哈哈哈哈 就是说了。 那我就立刻下头答应,是吧? 那我就立刻accept 了,yeah! 咦! ch